55岁歌手张信哲长沙高铁站被偶遇,坐22万国产车,打扮低调无架子。 3月13日,有网友晒出在长沙高铁站偶遇张信哲的视频,引起热议。 张信哲曾被誉为情歌王子,他演唱的《爱如潮水过火》从开始到现在等,都曾是红遍大江南北的歌。 近年来张信哲依然活跃在荧幕上,先后参加了北京国际电影节,2022国剧盛典等,只是人气没有以前那么高。 有粉丝透露张信哲最近可能会在长沙录制生生不息,他虽然是台湾歌手,但近年来工作重心都放在内地,不知今后是否会完全定居在内地呢。 如今张信哲已经55岁了,走路时稍微有些驼背,看起来不如从前那样有精气神。 他从高铁站走出来后,身边跟着三四个工作人员及司机,全程都非常低调。 拍摄视频的人透露张信哲坐的并非豪车,但这并不意味着张信哲买不起豪车,或者不爱坐名牌车。 实际上,张信哲2017年现身机场时,司机开着一辆白色百万豪车来接他。 张信哲的实力毋庸置疑,以他的财力,购买多台豪车绰绰有余。 现在他的吸筋能力可能没有以前那么强了,但这不代表他完全过气,毕竟他的经典作品摆在这里,希望他有机会多在舞台上唱歌。